邓光荣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邓光荣曾经加入过一个组合银色鼠队 这个组合的大哥是资深导演张冲 二哥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三哥是香港金牌经纪人陈自强 四哥是全面型导演陈浩 五哥是著名影星秦湘林 六哥和气媚就是邓光荣和沈殿霞 这七个人可能大家没有全部听说过 但哪怕你只听说过一个 你就应该知道 在当年那个香港电影遍地开化的年代 这几个人几乎是垄断了香港资源的半边天 可是邓光荣为何有这么大的势力呢 这还要从他的出生开始说起 邓光荣生于广东省顺德市 他的父亲邓博文是富商 同时又是道上有名的狠人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能在道上叫得出名字 那都绝非一般然 拥有如此优越家境 舅舅已经让人也谢 但这还没完 邓光荣的容貌丝毫不亚于他的家境 在学校里就已经是风云人物了 因为身材高大 外表俊朗 所以被同学推荐报名学生王子 17岁的他也不负众望 十分顺利地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尝到了拍戏的甜套 邓光荣也产生了进入娱乐圈的想法 毕竟拥有如此雄厚的家境 又是如此帅气的面容 很快就和林青霞 小芳芳等人合作拍摄了 包括金色圣诞也等多部青春题材的电影 并多次被电影杂志选为最佳男演员 更是与秦相邻 秦汉并称为三大文艺小胜 就在这时 他遇见了从美国回来的李小龙 当时的李小龙已经在外面打出一片天下 邓光荣也是十分开心地接待了他 甚至主动为李小龙介绍人脉和资源 后来李小龙签约了家和公司 就是邓光荣介绍的 可以说李小龙在香港的岂部靠的就是邓光荣 当时做演员哪有做老板来的叔父 1977年 邓光荣创办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专门投资拍摄电影 成为了当时的大哥 就连笑话枪要让他散散 可是树大招风 就在澳门的松山公园 在城堡之间被四五个大汉追看 就是还要从他从小鲜肉转型开始说起 他曾出演过江湖龙虎斗龙腾四海 和血洗唐人街等等影片 当时风投正成的是 他父亲的得力干奖刘荣居 当时的大众都称他为居哥 可见其实力有多雄好 而且刘荣居在香港和澳门的产业也非常多 就连澳门赌王和洪生和富商 或老爷子也都相识 刘荣居也非常的赏识等光荣 将他推举如会 让他成为了二代龙头 也就是凭借惊人的演技还有强大的关系 邓光荣在黑白两道都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刘荣居的年岁也大了 他也向和洪生历见邓光荣来揭提他的班 这才是他被当中砍上的一个原因之一 也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说到这就不得不说 邓光荣曾经救过和洪生的四一台梁兰奇的事情了 当时梁兰奇遭人算计差点丢了性命 是邓光荣全力相救 也正是因为此事 和洪山一直心存感激 所以对他也非常的器重 并且还将自家赌厅内的VIP厅 将由邓光荣承包经营赌厅的命名 也是邓光荣的名字 成为大陆赌厅 要知道当时的邓光荣 已经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再加上父亲和刘荣居的名号 简直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而这个VIP厅的名声也确实风生睡起 成为了众多富商的集结蛋 但是赌厅可以有很多 市场资源却总共就那么一点 如果都去了邓光荣的赌厅 那么其他的赌厅生意都将是不景气的 邓女团势力自然是无法接受了 他们以高反应的手段将富豪吸引过去 导致邓光荣的资源瞬间被抢 虽然邓光荣来势汹汹地向他们讨要说法 但还是被糊弄过去 直到事情无法收尾 才让其中又代表性的人物为邓光荣值钱 其实邓光荣也只是年纪大了 懒得计较才让他们躲过一劫 在2008年的2月 被成为香港开心国的沈殿下去世 他在追思会上 所有人都远还热泪 而在大哥邓光荣上台后 现场的悲伤氛围却被顺点打破 他在台上当中发表 一份填膺的怒骂郑少秋 傅贤函郑少秋坐在台下竟不敢反过一句 其实这也不怪邓光荣 毕竟郑少秋当时的做法换成谁也接受不了 就在沈殿下和二人郑少秋结婚之后 沈殿下放弃了自己的势力 甚至还不顾高龄产妇的风险 为郑少秋生下一个女儿 可是他如此用心地对待郑少秋却惨遭背叛 郑少秋在他怀孕期间 疫情别脸上关金华 沈殿下男人受丈夫背叛自己才决定离婚 那时的女儿才八个月大 而他自己也因为肥胖和疾病离开人世 这也是为什么邓光荣怒骂他的原因 或许是老友的离世让他心透 三年之后的邓光荣也因为涂发心脏病离世 如今随着香港饮食的落寞 也带走了记忆里一代萧雄的银子 往事随风去 半点不由人 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邓光荣出演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